看到香港的混亂局面的时刻 美国方面没有闲着 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讨论过 他们的军舰想要去访问香港遭到拒绝 然后这个新的消息又申请 要去访问青岛再次被大陆拒绝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严老师 为什么美军这段时间 特别接二连三的想要访问大陆 而大陆为什么又接二连三的拒绝美军呢 我觉得美国就是这个刷存在感 就在亚洲这个地区一定要刷 因为他说在南海他强调 所谓的无害通货等等 所以他固定一定要走 因为他如果不走 他的盟邦他的印太战略 都会认为有问题 所以他必须要走 我觉得这个是他固定 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点 你说要去香港要去青岛 那不仅是这个香港的问题 还有美中的贸易战还没有结束 所以大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 来配合你的一些作为 所以我不相信大陆在这个时候 会愿意配合 当然大陆方面不配合是 应该的 完全可以预料的 可以理解的 但我的问题是出发点是 那美军为什么明知道 他一定知道会被拒绝吗 对 那他还要申请去香港 我是觉得他一定要刷这个存在感 让大部分的亚太地区知道 他在这个地区是很积极 是 积极活动的 而且你看我友好 大陆拒绝我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OK 好 那就问一下天罗哥 因为你看日期 27号申请去访问青岛 结果被拒绝 马上 28号 美国的军舰就开进了永暑礁跟美激礁的12海里之内 所以你之前要友好来访问青岛 我才跟你说那你隔天就来这个南海本来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开进12海里之内 你觉得这个是日期上面是安排好的还是刚好就巧合吗 不用想太多 因为我觉得他的亚太的太平洋司令部这些的行动基本上他都是规划好的 那一步一步去调 而且一步一步的去做 你知道他光光过一个台海的中线 他为什么过中线 他光光油料差342万 他如果不过中线他从外头走的话 他的时间差一个礼拜 那个路线 然后第三个又可以炫耀他 我觉得他在这一段时期 所有的动作是配合着中美贸易谈判的施压 如果说日程时期都是早就安排好的 那我就觉得更莫名其妙的 因为你看8月28他早就已经是要开军舰到 永暑礁跟美激礁的12海里之内 如果时间往前推一天 他又刚好友好访问在青岛 友好访问青岛ING在进行当中 就发生了海这样的事 那不就很尴尬吗 他就是 他明明知道这段时间不太可能 他明明知道这段时间 他可以不公布呢 他可以不自己打脸呢 哪有把自己公布打脸 他就配合川普的很多动作 就是说我已经我明明是安排好的 我申请了他拒绝 我要到香港他拒绝 我要到青岛他也拒绝 这是你 好所以如果说当时大陆方面 答应美国军舰去访问青岛的话 反而会让美军吓一跳 错手不及 错 绝对不可能答应 绝对不可能答应 而且老美也知道他不可能答应 所以才去公布 至少香港人不会像台湾在1996年的时候 会认为美国的军舰过来是撤侨 或者是帮忙 嗯